1月22日,第三代国产骨科手术机器人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正式上岗,精准辅助主刀医生完成一台鼓鼓颈、鼓折、中空钉、内固钉手术。 这是湖北地区首次取用骨科手术机器人进行手术。 手术现场,医生先用透视机对患者进行二维影像扫描,图像被同步传输至骨科手术机器人大脑系统。 医生在主控屏幕上依据合成的图像,设计好三枚钉子的钉道,在光学跟踪系统的导航下,机械臂将手术工具精确定位到手术位置,一次性安放成功。 这个对于骨科来说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手术,但是刚才说了你要做得好,花的时间短,并且做得微创的话,还是有一定的要求。 那么机器人就可以辅助它,一个是制钉非常准确,第二个是减少切口,然后减少手术时间。 武汉市第四医院副院长王俊文告诉记者,传统的骨科手术面临看不见,打不准和拿不稳三个难题。 而骨科手术机器人可以精准定位,医生只需要在手术前通过透视,完成三维地图,规划好手术线路,体外定位好,将螺钉准确打入骨骼。 我们机器人的稳定性是在0.8毫米左右,那么它可以有效地克服我们手术医生手的一些抖动,一些主观上的一些误差,因为骨头比较深窄,周围有血管神经,有肌肉,还有肌腱一些组织。 那么这个如果说我们制钉比较准确的话,可以非常有效地减少这些并发症。 武汉市第四医院创伤骨科医病区医生徐海君表示,在骨科手术机器人的辅助下,医生可以让每一台常规的手术拿满份,让高难度的复杂手术更安全。 很多骨科大手术实现微创微损伤,手术效率高,时间短,手术和麻醉风险降低,患者伤口小,出血少,还能减少医疗耗材费用。 这些优势都能让股病患者大大受益。 因为手术变得微创了之后,我们使用的类固定的东西会大大的减少。 比如说以前有些手术复杂手术,我们需要用钢板来进行固定。 那么现在我们通过一些裸钉等这样固定就可以,所以手术的耗材这样的固定的费用会大大降低。 以前从几万块钱,可是现在只是降到几千块钱。 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手术变得安全之后,变得并发症降低很多。 那么并发症降低之后,费用也会降低很多。 王俊文说,机器人手术是未来手术发展的趋势之一。 借由独臂侠之手,今后医院机器人全研手术量将有望达到五百至一千台,并实现稳定增长。 这 이제的薪水压 harmful人家也传门了一些新鲜的肢。 ately,皆是水压只门和水压过来自 QuelCont Venturaド帘加密给我们的好多新鲜的 wollten, 目前那 conscient炀不完 apresent esse费量的食用程座易套互留了互相oma셔서如果你要ื่訪请就要担保护摔收臺续酒量ニュー。